好了,我們來看一下梨花複習吧 這次的期中考是光學的部分 大家都挖挖叫,但其實很簡單 好,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先看一下針孔攝影機 針孔攝影機它的原理就是在一個紙上面挖一個小洞 那如果這個洞大一點會不會比較好 我們先看一下 針孔攝影機的原理就是光線會試射,對不對 如果遇到這個箱子的本身,它就被擋下來 只有剛剛好的光線可以通過針孔的 才能夠從那個孔過去 然後才能夠在相機裡面呈像 所以它這樣子之後就會變成導力的像 好,如果我們把洞挖大一點會怎麼樣? 挖大一點,剛剛的像還是會進來 但是其他的光線也都會進來 那一旦進來之後就會造成都是亮亮的 然後看起來就霧霧的 所以這個我們的像就會變得模糊不清 所以其實針孔攝影機那個孔要小一點才會好 OK,好,這是針孔攝影機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凸透鏡 什麼是凸透鏡?就是光線可以穿過去的 透明的就叫透鏡 那什麼叫凸面鏡呢?就是它光線沒辦法穿透 比方說鏡子,它是一個平面鏡對不對? 光線沒辦法穿透過去 那像玻璃,它是透鏡 玻璃,我們玻璃窗那個玻璃是可以 光線是可以穿透的 好,那凸透鏡就是可以穿透的 好,那大家都覺得說這凸透鏡很難很難懂 我們其實很簡單 一樣,我們說光線會到處照過來 但其實呢,在看這個凸透鏡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只要留下三條線就可以了 第一條是平行 我們其實只要看三條線就好了 那這三條線分別是 第一條平行這個主軸的光線 好,第二條呢 是穿過鏡形的光線 第三條是通過焦距的光線 第三條有時候沒辦法畫 有時候東西在那個焦距本的上面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畫了對不對? 所以其實第一條跟第二條是最重要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以這個例子 好,那那個F是焦距的意思 這個F是焦距的意思 2F就是兩倍的焦距 不是二老哦 它是兩倍焦距的意思 好,OK,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以這一題為例子的話 來,我們先畫第一條線 平行主軸的光線 它會通過另外一側的焦點 所以在中心之後 然後它會折射 然後呢,通過另外一側的焦點 好,那第二條線 我們說過通過鏡心的這條線 對不對? 通過鏡心的這條線 它方向不會改變 所以你可以直接畫 畫很長都沒關係 好,第三條線 通過這個焦距的這個光線呢 它會在另外一側平行主軸 好,其實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 你想 你想 假設這邊有個東西 假設這邊有一個燈泡 這邊有一個燈泡會發亮 OK 然後呢,有一條光線 是平行主軸的 然後來到這裡之後 它是不是會穿過那個焦距 所以其實這條線 這條線只是另外一條線的反過來而已 所以你就是記得 反正平行主軸的 它會在另外側通過這個焦距就對了 好,OK 那這三條線呢 會集起來成一個點 交匯在一個點上面 我們就知道 它會在這裡形成一個石像 導力的石像 什麼是石像? 就是光線穿透過去之後 你看 我們現在這個光線不是穿透了嗎? 光線穿透之後 在這邊集合在一起 大家集合在一起 成立起來的一個像 這叫做石像 好 那這是在二倍焦距以外的話 它會在二倍焦距以及焦距之間 形成一個導力的石像 好 那如果是在二倍焦距上面呢 一樣我們畫三條線 我們畫最簡單的 通過鏡心的這一條 然後呢 平行主軸的 它會通過這個焦距 再來 通過焦距的 它會平行主軸 所以其實這樣子 我們就知道 在二倍焦距上面的像 它會在對面 二倍焦距上面 形成一個導力的石像 好 那如果是在二倍焦距跟焦距之間呢 來我們一樣畫這三條線 把它畫起來 那你就會發現 喔 原來它會變成放大的導力石像 OK 好 那再來 稍微有點難度的 好 再來兩個有點難度 再更靠近一點 就會有點難度了 我們如果是在焦距上呢 你會發現 欸 畫起來 欸 這兩條線好像平行耶 好 那這個其實不太容易懂 所以我們把它縮小一點 不要用蠟燭做例子 我們假設是一個點在發亮 好不好 好 假設一個點在發亮 然後這個呢 光線會 是 往四面八方射出去 對不對 欸 啊然後我們說過 一旦是從這個焦距出來的光線 它會在另外側變成平行主軸 所以呢 在焦距上面發出來的光 它是沒辦法形成這個石像的 它會在無限遠之處形成啦 我們講無限遠 但其實無限遠就其實很難了啦 OK 好 那再來 如果東西在繼續靠近那個透鏡呢 它已經進到一倍焦距之內了呢 如果在這裡 好 那我們畫起來 先畫通過鏡心的這條線 再來 平行 平行主軸的會通過這個焦距 欸 欸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線 它之間的距離 越來越大耶 從原本這邊才這樣子 越來越寬 那它就不可能集合在一起了啊 就越來越越長 越來越寬啊 不可能交會啦 那會怎麼辦 欸 這時候呢 我們把它 我們把它 往回 拉個虛線 欸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線 它其實應該是 光線是從這邊來的 才會這樣子跑嘛 才會這樣子跑嘛 對不對 OK 所以當我們把它往回拉的時候 我們把它往回拉的時候 欸 它焦距 它焦會成為一點 然後 在這邊 好 這一個 它的光線 沒有穿透過去 對不對 穿透過去 光線從這邊穿透 應該是往這邊跑 應該是往這邊跑 它的像應該是成立在這裡 可是它沒有啊 那 結果呢 我們 自己把它延伸在這裡呈現出來 那 光線 其實是 光線其實是往 這個方向跑的 對不對 那怎麼會像在成立在這裡呢 我們稱這種就叫做虛像 它的光線 它的光線 不是往這個方向跑 光線其實是往 光線是往這方向跑 往這方向跑 可是沒有在這邊成立像 它反而是在另外一邊成立像 我們稱這種叫做虛像 你知道畫虛線的這種都叫虛像 OK 好 那這是什麼呢 這就是放大鏡啊 你看 我們 拿著那個凸透鏡 靠近東西的時候 東西都會放大有沒有 嘿 那這就是凸透鏡的原理 而且是正立的喔 正立的虛像 那這就是凸透鏡的原理 可以放大的原理 好 那 你會畫凸透鏡之後 你 凹面鏡 凹透鏡凹面鏡這些都難不倒你了 其實你只要注意三條線 其實只要兩條啦 因為第三條 我們剛剛講 它有 在那個 焦點上面發出來的光 你很難 你沒辦法直接畫 所以你其實只要記得 平行主軸的 它會通過焦點 通過靜心的呢 它方向不變 你只要記得這兩條線 其實你就可以畫出 所有的圖片來 所以這一次其中考其實很簡單 不用擔心 好 那就這樣子 OK 掰掰